这个就是产生这个数字表格 我想这个应该没问题 关键就是在这个公式 其实是从那个Column跟Raw 转换过来 外面只是包一个 跟他讲说哪一列到哪一列 哪一栏到哪一栏 然后输出到Sales iJ 所以这恐怕就是说 要那个 在自己再打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我要去掉什么 就刚刚之前的 在函数里面 我要能够怎么样 扣掉这一天 第一天的位置 这个位置减掉什么 减掉三 再把原来位置加回来 所以如果说你要把它放到VBA里面的话 基本上很简单 把万年利益复制贴过来 贴过来之后呢 你只要改一个地方 就完成了 哪个地方特别重要 原来的一模一样 其实原来是这样 原来的东西在这里 那我们刚刚哦 在那个Excel里面呢 是做什么 把Colent有没有 还记得吧 我们原来的这个 这个地方是把Colent有没有 减掉L3 L4 再加1嘛 所以关键在这里 减掉L4 加1 对不对 那实际上 如果说我要把这个东西放在VBA里面 其实哦 以后你只要看到 锁定的 这个L4的话 前后都锁的话 建议你直接把它改成Range Range指的是哪一个储存格 而且是固定的位置哦 那跟Sales有什么差别 Sales里面呢 通常是变动的 所以你会发现 Sales前面的会有 会用I或J来代替 表示用变动的位置会用Sales 如果固定的位置我用Range 所以等一下 可以把J 减掉Range A4 再加上1 结果就完成了 所以第二个阶段就是说 我切到VBA里面 那我要怎么修改呢 我在这边 把原来的后面加上什么 跟他讲 减掉什么 减掉那个L4的位置 一样在这边 L4这个 那叙述的方法呢 记得用Range Range指的也是储存格 可是通常是固定的储存格 那哪一个储存格呢 L4 那输入的方式记得 打一个Range 然后呢 告诉他说 哪一个储存格 OK 那因为我原来还有1 就把原来1加回来 所以加1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 这个概念跟刚刚在Excel里面 Excel的公式里面 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 OK 只是说你要把它转换一下 OK 那我们把它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执行的话 那它的位置应该在第三 就礼拜二 前面变负的 OK 就完成我们刚刚的 第二个动作 所以万年曆二 跟万年曆一 最大的差别 只有在这个地方 其他都一样 OK 好 那再来万年曆三 三的话做什么呢 其实我们前面不是最后做完之后 有没有 就这一段 那我把它剪下来 贴回去 其实做什么呢 做逻辑判断 if 偶尔 那这个地方当然也是做转换 就是本来在Excel里面的东西 把它转到哪里呢 转到VBA里面 所以VBA里面呢 一样会有 一幅的逻辑判断 一样会有偶尔的逻辑判断 或的意思 OK 那其他的部分都一样 那后面再加上一个逻辑判断 是小一 或者大于什么 L3 那这个L3也是固定的 所以用Range L3来代替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基本上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VBA部分的话 就是 就是 那我把刚刚的公式 就是万年利2 再复制 贴到底下来 那贴到底下来呢 我就要开始做那个什么呢 做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该怎么下 干脆这个地方 我把那个逻辑判断的部分 重新再撰写一下 这一段有没有Ctrl C 那答案这个地方把它盖过去 那我如何撰写 第一个哦 这边习惯上是Enter一下 我进到里面嘛 回圈进来之后的话 再判断 有点像筛选 我要筛选什么 if 所以打一个if if什么呢 一样嘛 我们前面不是 有一个逻辑判断 就这个 这个东西你可以什么 把它复制过来 复制我习惯是拖拉 再加Ctrl鍵 Ctrl鍵按住就是复制的意思 那你当然也可以用Ctrl C Ctrl V 不过我觉得拖拉降比较快 然后如果它怎么样呢 这个如果是小于1 对不对 或所以或彩在这里 特别注意 这个 啊 Sales 那一段不用讲 Sales 85 A1 不用不用不用 因为我们只是需要一个结果 这个的结果啦 有没有 其实就这一段公式 这一段公式 跟刚刚那个Column不是 幾乎一模一样嘛 只是放在这边 先去判断它是不是小于1 OK 或者是 所以这一段呢 又再复制 Ctrl鍵按住 然后记得中间加空白 或者是它怎么样 它小于或者是大于什么呢 Range Range L3 所以你就打一个L3 然后 空一格 记得最后再打一个Range OK Range做什么呢 诶 如果这个 然后呢 反之 else 再End if 先把那个结构先打出来 好了 如果这个情况发生的话 那 那表示什么 诶 什么事都不做 对不对 那反之的话 就是做这一件事 可是你会发现喔 那如果这样写好像 这样写 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拉到这边来 那else里面要写什么呢 好像什么事就不写了 不写各位 可以啊 其实它什么事都不做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这样执行 这个 这个先删掉一下 看一下逻辑 对不对 OK 好 因为刚刚的东西还是要清除了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再写一个清除 那你会发现1到30天 是不是 看一下 30天没错 OK 输出结果的话呢 就会没 可是问题喔 写这样的逻辑有点怪怪的 你这边没有 这样好像不太合理喔 所以我看一下 我把它改成 这边加一个空的 你就输出空的 或者你不加也可以啦 那这边的话 sales等于空的 输出没有东西 反之就是输出这个 那那逻辑跟我们前面写的 那个一模一样了 没有没有 等于空的 那当然你会想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不要else 因为else就跳过就好 其实你也可以怎么办 把这个逻辑颠倒一下 就是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它如果是 不要小一喔 是大于一 而且是 这个是and and什么呢 and 小于 等于这个 才输出 可以逻辑颠倒 不过因为我想 先 跟前面一样 不要变太多 因为可能 对我来说 是变一点点 可是对你们来说 是变了一大步 我看到时候 你又做不出来 那好 不过 这量力而为 回去这个可以自己再想想看 如果你也可以把那个and 可以做得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真的有学会 因为其实像我以前就是 真的就是不断在 只要遇到问题 那我就会花很多时间 那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 反正真的屁股一坐 就真的可以坐一整天 就是为了解决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问题 但是我可以想一整天喔 一定要把那个问题找出来 那刚开始当然不太可能马上找到找到答案 所以我会怎么样呢 其实经常去跑图书馆啊 跑书店啊 然后可能那个是真的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 可是 对我来说啦 我没有人可以问嘛 所以我就自己要去找答案 ok 而且很多东西喔 可能我是直接把答案告诉你们啦 但是这个背后 可能花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不是马上是这个样子喔 是慢慢慢慢的 那当然 你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啦 所以我给你们至少一个方向 甚至一个捷径啦 好 那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喔 最后当然我们有万联力4 为什么要万联力4喔 其实可以把它拖拉按Ctrl鍵嘛 你会把万联力又多一个了 所以那个Ctrl鍵按住喔 拖拉还蛮快的 比CtrlC CtrlV还快 好 那这边你会发现喔 有一个重复了 两个 有没有办 你会把这个重复的喔 这个一个 欸 然后这边又一个一模一样的 这边又一模一样的 其实在VBA里面喔 如果有一模一样的东西喔 你可以先把那个公式 先 的结果 丢给一个变数 以后用那个变数来代替就可以了 会更简单喔 不然很多地方重复喔 像这个地方你可以怎么改 我的习惯是这样喔 就是一样的东西 我可以先产生一个X X等于什么呢 就是他做完的公式 先丢给X 那以后这边三个地方都用X来代替 那你的公式就变简单了 我做一次给大家 万联力4喔 基本上呢 把这一个 特别是到这边 对喔 先拖拉到这边 给他 然后再把X怎么样 复制一个到这边 应该懂那个意思喔 这个原来的地方喔 然后这边或者是 这个就X 欸 然后这边的话呢 欸就是X了 欸这边就X 欸 有没有 层次感觉喔 变清爽许多了 对不对喔 OK 不过按部就班啦 慢慢的 以后如果你做完X之后 当然你会觉得好像有一个 可以再调整的空间 那你就是再加一下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万联力1234 在云端上都有啦 OK 而且做到 做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你要自己再去做一些变化 我想这个再慢慢去思考一下 那怎么去 主要这些题目都是给各位练功的啦 如果这些东西你通通可以理解 那你将来慢慢就可以想说 在工作里面呢 如果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那你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去解决 自然而然啦 你就是经历的这个问题越多 解决问题越多 你的经验值啊功力 也就慢慢提高 所以我看到你们前几期很多 突然你们学长姐 其实在工作上的表现越来越好 其实当然也就替他们感到很高兴 像最近一期那个 结训最近那个中国人寿吧 有一个 其实也是之前 本来你们有一个 算是一个学长 他也是在这边学很久了 学了好几期 而且表现得非常好 然后到中国人寿表现得更好 所以因为因缘际会的关系啦 其实 当然主管眼睛也是血亮的 他可能会询问 为什么你的表现 你怎么会进步这么快速 然后就询问 或多或少 他会跟他讲说 因为我学了 吴老师的VBA 对 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主管觉得 这个投资是值得 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像 那个同学 那个员工这么好用的话 一个人可以一抵十的话 那整个公司的竞争力 整个大要劲了 那在当然相对的跟其他的同业比较之下 都会不一样了 所以整个公司他也要有竞争力 所以像最近那个复兴航空城市是股王 怎么可能 从来没想过 那其实也是一种竞争 你如果说每个企业都能够 把员工的竞争力都提升起来的话 相对的 我想 再怎么样 应该也不至于太差了 OK 所以这里的话想各位试一下 关联力 一输出1到42 二是把那个第一天的位置移到后面 三的话就是再加上逻辑判断 所以这一二三跟前面我们 那个Excel里面的逻辑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四的话呢是Excel的函数没办法 Excel里面你要把那个东西带到一个变数 在函数里面似乎是没有办法 所以在Excel函数要做简单的东西还可以 如果你要做复杂一点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要用VBA 为什么VBA可以写很多 反正你要怎么写你怎么写 那你们我想这个范例主要让各位学习到就是说 以后你函数做的出来的东西也可以很快的转换成VBA 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各位再把这边先试试看